新台湾的外交空间 各行各业其实也都很努力的 希望能够让全世界看见台湾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带您看 有一艘船最近开到了台湾 这艘船它是目前全世界最老的远洋载客渔船 而且呢它很特别 这艘船几乎已经走遍了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 它很特殊是一艘图书馆船 也就是说它专门载着很多的书 到世界各个角落停下来办书展 那么这里面呢船上有来自于全世界 大概54个国家不同的志工 那么大家可能想不到的是 这艘船的发言人是来自于台湾的一个大男孩 那么很巧的这艘船现在开回了它的家乡 所以在台湾它要告诉大家它的经验 很特殊的在船上周游列国的经验 而且是以志工的身份 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要来听听看 它怎么样告诉家乡朋友 它在这艘大船上每天航行 是什么样的滋味 当然还有它从一开始英文不太行 但四年以来 它已经能够跟全世界沟通 甚至做发言人 但更重要的是 它怎么样让全世界看见台湾 字幕志愿者 杨标签 基隆港边看惯了外国船的民众 仰望这艘刚进港的老船 都多了几分好奇 这是一艘图书馆船 1914年出场的中仆号 只比铁达尼号小两岁 满载着书和热诚年轻人 高龄93岁的中仆号 却依然忠实地服务 是现今全球最老的远洋载客轮船 中仆号第五次来台湾 几个台湾年轻人却是上船一年多之后 第一次回国 但他们并没有太多时间回家团聚 靠岸只是起点 各式各样的分享和服务 现在才开始 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不止展书卖书 中仆号上320位志工 还要根据停靠地点的需要 做各种社区服务 一开始七个 那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 准备好了 来来跟我来 很多人对这艘老书船好奇 所以上午九点 中仆号的媒体发言人 台湾小子彭书瑞就带着两个朋友到正大 与学生们分享航程中的点点滴滴 四年没拿过一毛钱薪水 彭书瑞的选择与众不同 四年前他没考上研究所 想体验做义工游世界的滋味 才踏出第一步就很震惊 我从台湾飞到德国 德国飞到比利时 比利时飞到塞内加尔 塞内加尔飞到 终于飞到我们船所在地 甘比亚 甘比亚 How many of you know where is 甘比亚 不知道 一阵寂静 很正常 因为那是我们邦交国 所以你不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 所以是很正常 因为那是一个国家 那全国只有一个红绿灯 我离开德国的时候是零下三十度 我们到了甘比亚的时候是零上三十度 就是我们一群人穿着大衣 然后带一箱一箱自己两年的东西 然后所有甘比亚人就看我 哈哈哈哈 他说你们在那边干什么 然后我们到那边去以后 因为船一连串一整年的时间在西非的沿岸 然后 所以船很脏都没有在整理 就看哇这什么破船 然后我更惨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到了船舱里面 我去住的地方 发觉我要住在跟十一个臭男生住在一起 那我还不回去当兵算了吗